14种免费的互联网推广方式 赶紧收藏保存 ECO自然排名搜索引擎 是网站获取流量的主要平台 如果您的公司拥有企业官网 那么选择CEO自然排名进行推广 获取流量是一个相对低成本的模式 200科推广百科词条对于企业而言 是一张互联网上的名片 对于每个企业 在建立之初 我们都应该选择百科去推广 比如百度百科 互动百科 360百科 今日头条百科 搜狐百科等等 三 新闻软文 合理利用软文营销与推广 发布用户喜欢的文章 文章内容包含您的产品和联系方式 软文营销侧重于对市场 开展经营活动与销售的过程 而推广则侧重于品牌的宣传与曝光 四 分类信息知名的分类信息网 都具备较高的权重 当您 发布文章的时候 几乎可以达到秒收入与快速排名 比如58赶集 百姓网等等 六 内容营销 这里所谓的内容营销 主要是指利用专业的文案人员 撰写大量具备内容营销的传播角度 而创建的内容 通过社交媒体进行分发期问答 口碑在早期的网络营销推广中 回答与口碑类型推广 是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部分 它主要包括百度之道 森林问答 新浪 爱问 知乎等等 发QQ营销 有效的裂变Q群 是一个不错的方式 九 视频营销 如今的视频网站都提供外部的访问接口 在别的网站日志 引用这些视频的同时 直接宣传网站 也扩大了网站的影响力 十 活动营销 通过制定线上与线下 相互结合的活动 进行整合营销 比如线上评论转发 线下领取打折券的活动 十一 竞价排名 这是一种付费推广的方式 只要您在对方的平台投入相关的资金 就可以快速获得目标流量 十二 邮件转发 对于国内而言 虽然邮件营销的打开率相对比较有限 但是邮件群发的成本也相对较低 十三 短信群发 从目前来看 短信群发是网络推广中 最容易被忽视的一个选择 在实战过程中 能够有效直接触发客户及转发率 还是相当不错的 十四 朋友圈 借助微信朋友平台 去链接与客户之间的关系 这几年已经成为一种 效果最明显的方式了 特别是利用朋友圈打造隐形广告 在无形之中 就可以完成产品的销售 很多互联网知识